好来看到花莲县政府举办精品咖啡的评鉴 今年是迈入了第五届 分为有机咖啡以及一般咖啡组 那么参赛的庄园以及声斗剑术创为历年来的最多 参赛咖啡依照台湾国产精品咖啡的评鉴办法 以及SCA美国精品咖啡协会标准进行评鉴 而这次参赛的秀林香特别作物班 产销第一班也荣获了一个奖项 花莲精品咖啡评鉴首创以有机农业进行分组制度 花莲农友致力推动零污染 且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有机农业发展理念 共有50支生动送件参赛 有机咖啡组29件 一般咖啡组则有21件 秀林香咖啡产销班轻农李志祥更是获得咖啡大满贯 要弄咖啡它是要有成本的 目前跟我年纪相仿的人 因为他们都还要雇家庭 所以他们要稳定的工作 我占了蛮多优先是我军之退 有固定的约退缝 然后又在他这边带医师帮忙雇咖啡员 所以我有基本的收入可以雇家庭这样 然后像我就是我之所以没有种很大 就是我利用假日或是我妈妈帮我去雇的也去 所以这一次的得奖是鼓舞士气 对大家一起加油 有机种植的高文山特别以妻子名义参赛 也获得了有机族的银牌奖 高文山同时也感谢多个农政单位给予的教学 才能够让田间管理更有帮助 去参加县政府农粮署农改厂各种的这个 还有乡公所各种的这个研习讲习呢 就知道对于咖啡的田间管理 那有心得要怎么样子才能把这咖啡的浆果呢 树呢养得很健康 树养得健康以后呢 这个果子才会很健康才会很饱满香甜 心得呢在各种的会议啊或是训练当中呢 写到了心得 后来呢种的咖啡呢越来越多 退展到两甲都多 那么多的咖啡 自己喝嘛也超过了 我就说那么好 农业处长吴坤如表示 花莲拥有山与海的精粹 一直以来深耕有机农业 而咖啡产业不只能够以农业来经营 更能够拓展到观光产业的发展 那这一次呢我们第五届精品咖啡的成果 那蛮特别的 我们这一次自强拿了三 几乎是三冠王 这样的一个 那个 的殊荣 那其实对青龙来说也是一个好的选项 那他可以借由 重咖啡这一个 经济产值慢慢也走到 在那个行销跟观光这一段 因为未来咖啡它不只是一个农作物 它也是一个休闲观光 甚至是生活风格这样的一个好的去向 那我们也希望借由一个经济产值 可以培养出来的一个作物 慢慢变成青龙 回到花莲很棒的一个选择 除了评鉴活动 花莲县政府也同步规划咖啡后制 加工理论与食物课程 花莲咖啡品质自主管理 被测访等相关辅导活动 为农友真能卑力 用心来提升花莲精品咖啡的值与量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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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